接着把这个地方编辑一下 插入 特征孔向导 四个我是选了 盛头 6个 8个 这个是15个 差不多 位置就在 后面是15个 就在这个位置 坏的 接一下 然后把它们 快把这个 盖在这个点的基础状态 这两个接近的距离 就是 就是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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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hone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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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其实另外一个扫把呢 跟这个有点对称的 这里因为这个孔和这个孔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想要这样子的 我们先把这个也做了 因为等一下你在操作过程中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也擦开 这个我们擦入特别的孔也是M8的 只不过这个不是承择了 位置 这个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中间的这张线 中边有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看中间的位置 对称一下 这个位置不要靠得太近了 因为这个地方要过如母头 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120吧 这里做好平衡 同样这个地方我们带插入 带边的主件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边和这个边呢 你看如果我们是这样直接点确定它是不让我们确定的 好我们看一下啊 它不是让我们操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和这个相切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带的都是这个宽度是没有齐 我们可以打齐次的 嗯 嗯 嗯 位置怎么会拟呢 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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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完成之后呢,再继续来,我们看啊,这个侧板盛头在这边,那个按道理那边也是盛头,所以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们要这样的啊,要怎么呢,要把这个侧板,我打个底方啊, 好,我们先把这个侧板先保存一下,没有保存,文件并存为,并存,它本来是要保存的,没有保存,我们就叫装配体1,好不好,零件6装配体1,不管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零件6装配体1,重新的带什么呢,复制一份,复制一份之后,然后把它的名字改一下, 改成零件7,啊,名字强步换一下,为什么要换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侧板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把零件7打开,然后呢,把零件7的这个侧板孔给它塞了,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一些,啊,我们只要把这个M8的这个侧板, 我们把它改成,改成螺丝孔,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啊,这个M6的,这个M6的这个呢,我们把它改成螺丝孔就可以了,改成螺丝孔之后,然后它在这边打塞头孔,直接变成M6的塞头孔, 诶,我们刚才是M8的吗,我们刚才是M8的,待会我们回去把它改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啊,点这个点还错位了,是人的问题啊, 好,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保存,然后呢,我们插入,就可以插入到零件7了,这样零件7和零件6是一个,一对的,不是吧,啊, 然后呢,我们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77的部分,我们 by galaxy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侧面呢 就只要做它的一个盖子 啊 这个侧面就直接插入新面键 好 选择这个面 这个时候我们烤 烤一下吧 画一下 大概的画一下 这里要考虑到的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四部电机 因为我们将来要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高度呢 要控制一下 啊 控制一下 高度也不会要求很高 啊 比如说100 才可以 我们先以100为准 啊 待会有问题再做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想进去 所以这边在这边呢 我们至少要留一个 比如说留一个15毫米的扣 啊 然后 就是我们在 做这个螺丝 螺丝机的时候 如果你滑台滑过来 如果你这边和这边 挨得非常非常近 其实你有这么样的距离 但是 它其实它滑过来 但是它滑过来的时候 那个地方可能就已经到位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还是留点宽 会比较合适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宽度啊 要宽一点会比较合适 啊 要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给的150 反正有人说 这个好看啊 灯的好看 你如果放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形成的不够 那你供门就没有什么实现了 这些好看 和这个都要坚固的时候 要考虑了 然后你这个宽度 可以给的整数 这个我们可以给的700 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宽度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位置呢 我们将来要做一个它接触呢 我们这个改成800了 改成800之后 把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画一个斜角 画一个斜角 这个角度呢 一般我们可以控制在 50度 有点斜 然后这个 拟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 到这个边 我们可以控制在 40度 30 然后把这个边和这个边 剪掉它 剪掉它 现在它已经是黑色了 已经完成了 OK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图形 给它拉伸 拉伸的时候呢 我们在 这一侧 我们可以拉伸成 比如说是 12 然后呢 在另外一侧 我们可以拉伸成 这个因为是15 我们可以拉伸15 也就是加起来是27 所以这里你可以改成10 这样呢 它就包了这个零件的这个部分了 然后我们再在这里 再给它 编辑零件 编辑零件 然后把它切除掉 把这个部分的切除掉 我们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剪掉 剪掉多少呢 15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左侧板 同样右侧板和刚才的方式是一样的 刚才操作一样的 我们这个把这个 这个都操作好了 这里呢 我们 下来操作一遍吧 把这个 左侧板 左侧板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文件要另存一份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保存 命存的时候 我们叫做 左 叫做 左 啊 左侧 里板 左侧里板 我们这叫左侧里板 OK 然后呢 把它复制一份 把这个左侧里板复制一份 嗯 在哪里 然后把它重命名 重命名我们把它改动 右侧里板 同样我们把右侧里板 打开 右侧的 打开的时候 这个边 这个切除 这边我们我们要不要切除 我们把它撒了 撒除它 撒除它 这个草图呢 我们把它 可以编辑一下 可以编辑一下 把这个草图我们 把这个草图切除 Cover加C 然后把它 关掉 退出 好 这就是 杀了 杀了之后在这边 我们 切除看一下 这边切除这个草图呢 我们是 这一边 离这一边是多少 150 然后这一边和这一边是 15 刚才我们的 记得这是参数 OK 然后把它 切除 切除的厚度 就是15 啊 把手绳 关掉 然后我们再插入刚才的那个 右侧板 把右侧板配合一下 翻转 把这个草图做好之后 我们在下面也 看看 其实这个草图 整个机器承重的就是在两个侧板的上面 下面做一个15分位厚的板 插入新棉件 直接把这个边 对下来 嗯哼 OK 把它拉生成树 可能这个底板可能和以前我们讲的有点不同 因为这个底板我们在做的时候没必要板进折弯成本太高 我们直接就是用板直接这样的做 它整个呢 其实也不是很重 好 现在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 前后的这个传动我们是什么方式啊 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前后这样传动的话 我们的电击应该怎么放 电击应该怎么放 电击最佳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不可能笨的啊 笨的它的这个长度会比较长 就是线基本的这个比较宽度 所以我们 还是和现在方法 有点相似 但是它只不过转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插入这种 这个电击呢可以这样子吧 这个线呢我们不一定要朝上 或朝下 这个线我们朝内 好 可以什么版呢 可以这样 把这一面和这一面 平行 平行反方向转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我们给个距离 反方向 对吧 100有点远 本身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它多进去一点 所以我们给了20 好 给了20 然后 这个到这里去 刚才 这个线你看它好像走不掉 我们这个线这个地方最好让它转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距离 这个位置是错的 刚才的平行是对的 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配合改一下 也 把这个边和这个边 我们用平行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配合干扰 我们看一下 距离 这个距离还没塞 对不对 塞掉它 它才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配合 这个边 把这个边 我们给了20 20 20的时候反转一下 翻转一下 翻转一下 然后呢 看反转多了 然后在 这边 和这个 我们要平行的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皮带的放过来 皮带的 如果可以先 讲得差不多 好的 我们就直接 插入我们 这个皮带 嗯 嗯 先插入这个轮子吧 先把轮子搞回来 再配合 配合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啊 其实原来的这个位置是多少 是我们这个轮子的这个顶面 比如它这个面 其实是42.75 所以我们配合 这个位置 不用把42.75 直接就是 拿这个孔 对这个孔 然后呢 再这个面 就这个面 这个轴 就这个轴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插入这个皮带 嗯 这个皮带我们行程也可以自己给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轴跟这个轴 配合一下 这个面 跟正面 跟正面 我们要平行 反方向 平行 OK 然后就是 这个 和这个区域的距离 给了1 给了这个之后 它现在呢 位置是活动的 啊 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想把皮带放在这整个机器的最中间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皮带是20 我们要量一下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是745 啊 我们清除 745 除 啊 不 那是 我们汇零啊 1 是这个啊 745 上下来是725 725 减20 然后除以2 0点 我靠 是不是有问题 725 362.5 所以我们配合 让这个位置 把这个变 362.5 这样 皮带左右是放在中间 然后 然后上下这个位置怎么办啊 上下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我这个电机 可以装在 距离这个 其实我电机的 这个做的 至少要 至少要能过螺丝 所以我这个 这个呢 你可以 把这个电机的这一面 和这个面 你可以 比如说有个10毫米的间随 这样呢 我 它可以做电机的固定的那个板 是不是固定架 它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固定死了 好 做电机的固定架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插入一个 可以自己操作 我这里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不做了 慢慢慢慢的做 对不对 直接就插入一个电机固定架 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就算了 没有就做 看看这个合不合适啊 不知道 合不合适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边 跟这个边 翻软一下 然后 这个面 跟这个面 翻软一样 然后看一下它的轴 应该是先轴对齐才行 这个轴不对齐就不行了 这个成合上了 让它这个合在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基本上 把这样的 电机的固定板 就可以 放上 放好了之后 然后这样 我们再插入这个 滑轨 再插入一下 再插入一下 然后我们配合的时候呢 可以让两个 先暂时的 有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暂时的配合 可以让我们暂时的配合 我们是给的50个坚决 同样这边 也这边也是50个坚决 反正这样反转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不一定要 因为前面可能有些按钮开关 我们不一定要跟它 但是我们这边不要碰到它的电击 所以我们跟这个电击有一个间距 比如说是10公里 就10公里的反转 其实它的承重就是这两个板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做板净件 直接这样的折过来就完成了 现在这个滑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皮带的高度 和我们这个滑轨的这个连接的部分 它的高度 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它原来是非常的很平的 这种 这个非常的装配起来 就非常方便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块纸板 然后中间拿一个通共 然后夹一个皮带夹锅 其实跟这个很相似 我们这里也可以装两个滑轨 滑块 也就是四个滑块这种方式 然后这里呢 用平板连接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了 我们打开一个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还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其实起到一个就是遮挡的作用 因为如果没有 它真的成立 不是在我们刚刚这个板净的这个板 这里有很多部件 它其实起到一个 起到一个遮盖的作用 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看一下 本来是这样的 完全可以不用这一个键 如果按道理来说 可以不用这个键 直接这样的和这个连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薄很薄的板净键 看到这个板净键就一直在这个位置 在装配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这个板净键呢 它也很容易对位 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从上往下这种装配 非常方便 这个机器也不重 所以做起来很简单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固定方式 连接一个 然后呢 中间再搞到其他的夹板 因为它本身有点平 所以这个地方 做起来应该很简单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我的电话 或者连接我的QQ 或者连接我的QQ 我的电话呢 我再说一遍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是13650273234 我本人呢 我本人呢 是在广东东东莞的 东莞 我的QQ是8445-08024 有些课程 我是收费的 可能要设密码 就是设密码收费的 好 OK OK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